注意看,这部最新国漫里的细节简直丧心病狂 每一根毛都经过了单独渲染 根根细腻丝毫避现 人物在运动中伴随不同的光影变化 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就连极不起眼的尘土飞扬都做到了像素级别的还原 燃烧的不只是经费,更是主创们的发量啊 如此资珠比较,为的就是打造一部真正贴近我们生活的励志国漫 这部新片叫做《雄狮少年》 里面没有上古神话,也没有天命英雄 只有一群平凡少年的热血奋斗,以及一项正在没落的传统文化 武师 对于武师表演,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陌生 但要用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却是难上加难 光是让石头上的燃毛舞动起来,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因为这样的毛发渲染一直是国产CG的短板 不仅烧脑,而且烧钱 以往的做法是通过简单复制,用几百根头发再创建出几十万根 但这样做不仅失真,毛发还会缺乏蓬松感 而到了这部《雄狮少年》,主创并没有选择偷懒 导演孙海鹏透露,动画里的毛发之所以呈现出这么好的效果 就是因为没有用讨巧的手法应付过去 他的要求很直接,就是画面中的每一根毛发都能清楚地数出来 为了达到效果,每一帧画面的渲染都需要十个小时左右 特别是最后的高潮段落,几千个路人,上百个石头 场面已经超出了国产动画的极限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很多人也许都察觉不到 博曼的制作水平已经到了这个水准 特别是最近几年,博曼正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在发展 甚至诞生过单篇票房超过了50亿的作品 直接空降成为亚洲第一 但博曼真的崛起了吗? 看看这几年爆火的动画电影就不难发现 几乎全是神话IP改编 当然神话故事并不是不好看 博曼也尚处于萌芽阶段 直接改编和解构这些广为人知的经典篇章 可以极大的降低风险 但一直这样下去,无疑会限制博曼的发展 而现在终于有人在现实主义题材上做出了勇敢的尝试 少部分人我必须说一句 即将上映的这部《雄狮少年》就质量上而言 绝对有实力成为这样一匹黑马 他讲述的是几个小镇留守少年 从废柴变成雄狮的故事 讲述平凡少年,讲述每一个你我的故事 里面的传统舞狮元素更是自带燃点 来自广东的男狮表演不仅惊险刺激 而且帅到爆炸 这是去年刷爆网络的一段表演事故 舞狮在跳桩的中途竟踩倒了一根柱子 狮子回头一看也愣住了 这来时好好的怎么就回不去了 结果下一秒 尸头踏上同伴的膝盖纵身一跃 直接飞到了对面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大招一开 谁还敢说这里面没有真功夫 舞狮在南方又叫醒狮 是中国一项优秀的民间艺术 每逢捷径和重大活动总会看到它的身影 就算是在国外,有华人的地方也必有舞狮 那在国内呢 似乎除了早期的武侠片 很少有人触碰这样的题材 但最近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终于再次出现在一部《国漫》里 他叫《雄狮少年》 讲述的就是一群舞狮少年勇敢追梦的故事 电影中也同样有着炫酷的舞狮动作场面 故事一开始就是一场惊险的抢轻比赛 两只狮子在点燃炮上的竹棚上靠拳脚功夫过招 争夺最高装上的历史 80年代的《少士少林》题材 加90年代的《黄飞鸿》武侠片 是不是有香港老功夫电影那味儿了 这帅气的伸手直接点燃了小男主心中的那把火 他立志成为一头雄狮 电影也从这时候起开始全程高燃 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武师者又谈何容易 且不说艰苦的训练 在当下这个时代 武师属于正在没落的传统艺能 曾经热闹一时的武师文化落得无人传承的尴尬境地 只有少部分年轻人出于赤诚的热爱 选择接下这根沉甸甸的骨棒 既是文化的传承 更是热血的坚持 不少观众说自己在观影的时候笑着笑着就哭了 因为他们在电影中人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每个如你我这样的平凡人都会拥有自己心中的炙热 但人生就像武师 总有起起落落 然而只要古典在心中响起 我们都想像乐起的雄狮少年一样 释放那份蠢蠢欲动的炙热 过段时间 你身边可能会不断有人提起一部电影 它叫雄狮少年 为避免到时候你一脸懵逼 赶紧跑步了解一下吧 这是又一部将刷新我们对国漫认知的电影 不依靠神话IP照样燃爆全场 前期典印就收获超高口碑 有人称这是今年最喜欢的电影 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在大萤幕上看到过这么真实的国产动画了 更有人表示从头哭到尾 不服输的少年就像曾经的我们 只要一腔热血还没彻底熄灭 我们就还有机会 人没有梦想和阿猫阿狗有什么区别 不难看出 每一个人都被少年追梦的故事燃到 也被感动到 甘愿为电影充当自来水 嫌恶提前看完了原片 基本可以预定 这就是2021年的最强国漫电影 绝对有成为爆款的潜质 就这么说吧 你放心的去看 看完了觉得我说的不对 你回来骂我 甚至取关我 我都没有意见 我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自来水 因为这部电影真的太难得了 不被靠神话IP不跟风模仿 只扎根于现实中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没有天神的垂青 没有人鬼的虐恋 也没有逆天改命的神选之子 讲述的只是一个普通又热血的故事 发生在当下 也发生在你和我身边 男主名叫阿娟 是个来自广东小镇的亮仔 也是个留守少年 真儿八经的男生 却娶了个女名 仅仅是为了好养活 而他的两个死党名字就更随便了 一个叫阿猫 一个叫阿狗 同样从小就在小镇留守 要么瘦得跟猴一样 要么胖成了猪 整日无所事事 周围基本没人看得起他们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阿猫阿狗 但三人却在机缘巧合下 因为一张船单 组成了一支废柴武士队 他们瞬间有了奋斗的目标 但开始的目的很单纯 仅仅是因为通过了选拔 就能到广州参加决赛 见到常年在外打工 日思夜想的父母 而他们其实对武士一窍不通 听说镇上卖咸鱼的老板强哥 曾经是个退役多年的狮王 于是便请他出山拜他为师 从零开始艰苦训练 一个卖咸鱼的狮艺中年人 加上三个什么都不是的落魄少年 在这过程中 他们闹过不少笑话 也受过无情的屈辱和轻视 明明身体瘦弱 没有任何基础 并不是武士的料 但任何人都有追梦的权利 只要有一次机会 哪怕就一次 这几个别人眼中的废柴 也会纵情燃烧 跟随心底的咆哮 去成为一头雄狮 看完电影 弦哥印象最深的一点 其实是这个 去参加这么一场 振奋人心的武士比赛 虽然要付出无数的血汗 可就算赢下冠军 也不能给这几位少年 带来现实意义的帮助 不会跨越阶层 不会改变人生 甚至连奖金都没有 但他们就是单纯的去武士 去比赛 去拼搏 恰恰正是因为如此 才最让我们动容 大多数人都像阿娟 或者说阿猫阿狗一样 过着平凡普通的人生 没有生来勇敢 天赋过人 可就算深陷阴沟 也不能阻止我们 仰望星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